法拉赫的技术是如何练成的 你要不要学 想要法拉赫附体 看看专业中常跑教练怎么说 视频有点长 相信我 对 现在就开始捋节奏了 给后边的技术跑 转向技术跑捋节奏了 把你的跑步的肌肉关节完全活动开了以后 我们再进行我们的短距离的改进技术跑 要注意后蹬 抬腿 爬低 中心健康群 漂亮 对 最大的幅度 改进技术跑 一定要注意后蹬 抬腿 整个一个全过程 体会它在速度同样情况下 节奏同样情况下 注意你的技术改进 后蹬了 注意向前了 注意惯性了 跑步的幅度提高 不是靠脉步子 而是靠后蹬来扩得 获得反作用力 推动你身体向前 跑到大幅度 不是靠脉步卖出来的 是靠后蹬 为什么要趴自己跑后蹬 腾孔才能得到了 不能为脉步 那是空间不走 脉步做得大 送胯 这都不对 是靠后蹬得到的 是吧 看法拉赫那跑 是吧 完全是后蹬 踏踏踏踏 这样走 而不是蹭蹭 土地往上跑 现在你们做到了 对 要感觉同样情况下 感觉轻松了 向前了 小步跑高抬腿 踏踏踏踏踏踏 过度到跑一样 站起来 大伙体会一下 后蹬 再体会上爬地 从小步跑高抬腿开始 是身体推动身体向前 然后过度到跑 过了一下